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具體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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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都是這樣對方 包括大家看台灣的電視劇 很奇怪的地方 很多節目台灣的都有字幕 明明訪問那些人說大陸 但出來字幕變成中國 不論什麼台也好 老三台也好 還是現在TVBS也好 很奇怪的 為什麼你的字幕 你不跟回港者那個 甘於自我矮化 子仲有些話說 叫做分析一下 第十屆立法委員的改選 我們和副總統大選合併 113席 要數一下 30多40席是泛南 38席 是原本的 再加上無黨席 都是併在一起的 有 都有 都是力量 四十多 看回這次民進黨 好像少了三席 六十一席 都是咬著過半的 但是好了 今屆的過半 和第九屆的過半 有什麼分別呢 這次來講 首先副總統的候選人 就不再是陳建仁 陳建仁真是很做實事的 他做很多的交流 我看回一些綠營的朋友 和平時在那個 那些信息 那些交流 大家是不斷了解 不斷清楚明白 但是好了 現在未來這四年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依然在一個 在野黨之身 去監察著他們 那他們 那怎麼辦呢 現在換了這個賴清德 上去怎麼辦呢 他有沒有這樣的魄力 去延續陳建仁副總統 那種叫做經濟 大家整個火車頭 是不是一齊向前衝 是不是台北可以帶動台南 高雄去衝這個經濟 還有他有很多的政策 為什麼會 之前說過選前 為什麼呂秀年 也都說會拋頭出來選 這次這個立法院 他裏面這個六十一席裏面 就更加自然混族 是民進黨的龍蛇混雜 即是說髒話 罵人死老爸的 新北市三重區的又有 然後那個 那個就臭口臭口佬 另外還有 宜蘭 又有呂秀年派系 又有背後 又有尤石坤派系 那你做蔡英文總統 你一個叫做 其實蔡英文總統 他獨立參選 不掛民進黨的旗號 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他人是沒有問題的 當他有民進黨的黨籍之後 但是很多事情真的 即是我在Facebook說過 亦都被人說過 一些香港的泛民就說 你以別人一張照片 你就知道別人的內心想什麼 那你香港的泛民朋友 你有多少的台灣朋友 你真是你去決定一個 去支持那邊的立場的時候 你有多少的親戚朋友 是你家人 是真是那邊的國民 是那邊生活中 你不要搞到人了 你的取態是很重要 我們都很明白你的取態 但你是不是要不看事實呢 不看事實拋諸老後呢 還有 我再回頭說 蔡英文總統 我們現在這個 未來一屆的任期 這四年 他面對一個很嚴峻的挑戰 就是賴清德做副總統 那他那個 好像懶眼閒 太上皇 老奸巨滑那些面子 當然不會現在出現 他這個的 笑面虎 但是 蔡英文總統 你未來是要面對的 那你將來外交政策 你各方面 要面對 即是這個 這個 一個避諱而已 其實我 我給你出聲 你出聲 不給你出聲 你副總統基本上等於我剛才說 我們副團長 是 坐車尾 坐車尾 即是總統 給你 你就說 但是我覺得不是 因為賴清德 他是不甘於 一個副總統的 你甘不甘於都好 總之 蔡英文就說事 你無論出來多事 你行政院長還有機會出來說話 總統基本上不用理 然後在立法院裡面 其實現在七大的板塊 有蘇貞昌的板塊 有游石開幕 全部都是這些舊電池 你還說 什麼鼓 吳怡隆 你出來 就算小英的派系 你都不能上來 就算你能夠上來的話 你的任期都結束了 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你要面對這個現實 香港的泛民朋友 有很多事情 麻煩你先看清楚現實 不是說隨便你們吃過兩碟波仔煎 就可以去到說話 哪一個是真的有投票權 你們有沒有 就是這麼簡單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你講一下國民黨的來鬥 這些才夠Juice 你說民眾黨不夠Juice 好了 我們從韓國瑜最初就是1124大勝 人人就夠全黨 所以就是國民黨的希望所在 所以當時徵召出來選總統 就大人在 每個人都吵你 韓國瑜不出 就吵下去滄生河 所以大家都拱他出來 後來拱一下拱一下 他又不丟不丟 你知道 是不好意思的 你老一派 你叫我出來 我出來 我又被人家說不好意思 沒有三股草腦 當時朱立倫也想出 但是朱立倫和吳敦義之間 有一些心結 所以吳敦義又不想被朱立倫出 吳敦義其實說到底 我想出的 大老 你們過著過著攔著我 你又說出他又說出他 數他都不數我 黃金平又說要出 周錫衛那些不用管 張亞中更加不用管 我說不用管 不是代表這些人是沒有了 周錫衛和張亞中 都是有了 但是在雲雲眾星之中 總是出不來就是出不來的 後來就一直 看到韓國瑜有不丟不掉 馬系這邊 拱了郭台銘出來 郭台銘一出 如果照正常人去分析 郭台銘出 韓國瑜就應該好好顧守高雄 等郭台銘 郭台銘出來的聲勢都很大 總聲共招 純粹推薦就給他 到了郭台銘說 願意出 為承擔中華王國的重責大任的時候 韓國瑜後 我又制 一制呢 一制得罪誰呢 得罪黃金平 我就很相信 黃金平一定是在高雲幫他不少 三場造勢大會都出錢出來 出錢出來 出錢出來 應該說 撈了撈卡 老大 你選到高雲市長 我就會出來選總統 我做一屆而已 我年紀這麼大 你一嘗給我做總統的 因為一贏了 其實就放了西瓜上去就贏了 就是當時的氣勢 所以黃金平也說 你還不是我這次 所以我猜韓國瑜應該答應了黃金平 你出了 我支持你 但是在總聲拱叫之下 就捨棄了黃金平 所以黃金平就在慶國 當然你看他後來一連串的東西 他就連串出來 全部沒有出過來的 所以好了 這場樣打到最後 黎章率國就是黨內初選 國台銘 是計民調不是黨內初選 對 韓國瑜 跟著周錫偉就整個民調 民調呢 國台銘就說 我想加入這個手機民調 最初就說三差 就是 登據我們本黨的機制 三成就是黨員投票 七成就是民調 是 後來就說 有些專家又出來說一大番 然後就說 不要啦 黨內初選都不 黨內台銘都不好了 我們直接全民調 全民調大家都同意 好了 國台銘就說 喂 現在你什麼手拿著電話 那些 很多都是長者來的 他說我們要接觸年青人 顧網電話 對 對 一半手機一半顧網好不好 但是韓英這邊 韓國語這邊就不行 這個是我們一直以來的 就是黨的傳統 都是手機 都是電話的 都是顧網電話的 搞到國台銘又不高興 好了 兼且 韓粉這堆人 真的很團結 他說明 這一個禮拜 你手拿著電話他 打了你 民調你就說選韓國語 那 因為他有一堆這樣的鐵粉在那裡 國台銘沒有 真的很鐵很厲害 那他沒有 自不然在這個 顧網電話的民調 當然是輸得很糟糕的 所以當時他一出 拋了幾十個馬位 就是連蔡英文都贏了 成二三十個馬位 那韓國語就出來 郭台銘就暗然離場 接著就說一大大 那些調戲很不順的說話 又拍了 拍了 那邊 又貼了親民黨那邊 民眾黨 兩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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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著就 本來眾聲拱照 既然大家覺得是韓國瑜 那是韓國瑜 全黨應該是力挺他 但是裏面有些人覺得 又不高興 裏面有軍國國派 亦都有些黃派 有些豬倫派 有些馬英九派 有些餅未做 大家搶麵飯 變了 大家對韓國瑜出來 會代表國民黨 大家都不丟不丟 還有一段期間還要換韓 換語 現在結局出來了 分分割席 那就還沒割席 但是 大家對這個黨有所期待 好了 我說到這裡 其實我要放開韓國瑜 因為 去到大概是九月十月到 韓國瑜基本上是 從民調看 他是沒有什麼不當選的 其實我都已經放去了他 我其實就看立委這部分 我們希望立委過半 掌握到國會 變成潮小野大 就可以制衡到總統那些霸道 好了 國民黨出了第一份 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那麽就不加產 那麽名單出來 就被人吵到混蛋了 就是葉旭蘭排第一 然後這個吳思華排第四 排第八就是這個 吳敦義 然後就吵到 排第八是優毅 是不是第八呢 是第八 不要緊要 終於優毅 不要緊 爭議 這幾位爭議人 那麽名單出來就被人吵到混蛋了 最初就說不改的 那麽名單經過 我們中常會決定 那麽跟著就 有些青藏派就 又通宵靜座 又說要退黨 又說要跳海 那麽跟著 逼得吳敦義就這樣 那麽我們開臨時 中常會呢 就再談個份名單 那麽一談之下呢 那麽就優毅就適機了 那麽我退出了 既然我那麽大爭議 那麽也無謂雷了個黨 那麽所以呢 就 葉旭蘭就排了第二 那麽 吳思華盈排第四 那吳敦義就從第八 就一跌跌到第四 但是這麽名單 再丟出來的時候 那麽大家 不收放 就針對著 吳思華和葉旭蘭 我就覺得葉旭蘭 問題不是很大的 因爲畢竟他是警察大學的教授 所以他對香港的黑警 他的言論就應該這樣說是正常的 因爲他是警察大學 當然是維護著警察的權威 那麽反而吳思華是非常有爭議 那麽這個爭議就是說 第一 他是參加過大陸的所謂孫中山的150周年的紀念會 那麽又起身去聽大陸的歌 雖然他沒有唱 但是他起身 這裏我都覺得 還可以解釋到 因爲禮貌性 那麽到習近平 那麽我都支持 我也不知道習近平他們講 那麽他們講到 聽習近平訓話 那麽那麽這些 就是當然要這樣講 是吧 是對方陣營來講 但是我覺得 那麽你參加一場這樣的紀念會 那麽習近平上去講話 那麽你在下面當然要聽的 那麽不是訓話你也要聽的 是吧 那麽那麽大零吊 那麽將國父鵬 那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也要聽的 是吧 那麽我覺得這個都不是大 最大問題就是 他曾經上這個鳳凰衛士 就是有一段東西被人勾了出來 就是教大陸的軍方 如何在中東那裏部署 怎麽去抵擋美國的部署 那麽嚴重 是呀 跟著還說 我們專隊 就是我們的軍隊 應該在中東哪個國家 什麽阿沙迪阿拉伯 什麽伊朗 我也是第一次聽的 你第一次聽 他在那裏教解放軍 你知道吧 好了 這段才是最嚴重的 喂 你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軍人 是國軍 你真的 教匪軍 教貢 我不讓你人家 可能把你當你瘋狂的 但是 你說得回那麽說話 你真是很嚴重的 那麽這個 就是時間關係 那麽快點 那麽選輸了之後 現在就是大家要求改革 那麽我們今晚的重點就是 如何去改革 為什麽阿借公 改成一個叫來鬥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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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針對著吳思懷這個行為 那麽要民進黨發動這個所謂下架吳思懷 當然你下架到架的牌 第四 那麽國民黨 仆街的 都不會第四名上不到 這個絕對是安全中的安全名單 所以就是 吳思懷就是老臣在在 還狗之理 就是 我要這麽看 如果我是吳思懷 因爲可能我是吳敦義叫我來選 那麽我答應 王復興黨部撐的 好了 在這麽環境之下 吳敦義當然不好意思 叫你現在下來 你吳思懷見到社會上那麽大爭議 而你是 這份名單一出 那些區域立委 國民黨那些立委 都哭著嘴 本來是 選得很好的 就是贏對方的 文明單一出 變成叮噹碼頭 有些人就輸了給他 證明是輸了給他 很多都 直子那些本來是贏的 變了輸 那個李什麼平 李永平 那個本來是贏的 變了輸 文明單一出 本來我們真的有機會 不要說過半 接近一半 區域立委輸到 就輸了 就撲了街 當然現在這樣就是 輸了之後 羅志強 就是以羅志強為首 率領十六個國民黨的青狀派 名罪 在國民黨中央要求改革 射出了三支箭 哪三支呢 人事三支箭 包括第一 就是希望吳敦義 立即辭去黨主席 是 這樣就沒問題了 是 那麼遲和為何遲沒有分別 都是遲 結果這個 中常會就推派了這個代理主席 辦普選 第二支箭呢 要吳思懷 持不分區名額 如果他一遲 避補上來就吳敦義了 同時要求吳敦義 第三支箭呢 就要求吳敦義也持不分區名額 那謝龍介入國會 這個就是 羅志強是 他設這個遲到價 都很難的 羅志強是馬英九的首徒 這三支箭寫出來 吳思懷 什麼人呢 當然是吳思懷 那你怎麼會辭職呢 吳思懷 我當然不會辭 因為我是王復興黨部推介出來的 除非王復興黨部叫我辭 那我就辭了 變了 麻煩了 王復興黨部就在國民黨裏面 屬於軍方系 屬於軍方系 他們的選票也挺厲害的 號稱有十萬選票 好了 現在吳思懷就堅持不退 這個也有辦法 去到國會也很嚴重的 譬如你參加國防外交委員會 有很多關於國防機密 如果你吳思懷報名參加這個委員會 的話 一樣很多 到時一樣 立法院裏面 很多事情要針對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因為 王復興黨部 是一支 比較強而有力的一個部隊 在國民黨裏面佔了很大的勢力 所以吳思懷也陣陣有辭 他也吳思懷 老臣在座跟別人混亂 是吧 你能拘捕我下來嗎 所以 現在的國民黨 這幫青藏派當然很不滿意 吳思懷 你這幫老爺 現在就要求中常委 都要遲了 你這幫五家產 那些中常委 現在安排了3月7號 國民黨會再 選主席的同時 就 中常委都改選 如果你的辦法不改的話 你經過那些 那些黨代表 其實都是選回那些人 當然 今天代理主席 都有說過 我希望 六十歲 中常委 六十以上 六十以上 就不要 全部辭職 不要做了 希望 要 希望有個條例 規範 當然我都 有些保留 這個規範 能力大 就不關 其實 最大的問題 其實一直強調 年齡不是問題大 你現在這一幫人 年過六十 這幫人 做到些什麼 現在 我講 我講 我針對一件事 能力大 不代表年紀大 今天 在社會上 有成就的人 大部分 都是六十 五十幾 六十 甚至乎八十幾歲 李先生 都還在上班 所以 不要針對 那個年紀 現在問題的整個 我同意你所講 你說 現在有一幫人 六十歲以上 你有一幫人 是做不到事 我同意的 我同意的 但是如果你設定了 那條 六十歲以上 不准選中常委 我又保留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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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上 說法 不設 這個六十歲 結果又選 那些人 當然 現在 你這個改革 我同意要改革 你說 怎樣去選 這個中常委 是不是由黨代表去選呢 那經歷了這一次的挫敗 還有這麼大的衝擊 我猜 我猜 這幫黨代表去選 這些中常委的時候 他們相對要謹慎 還有有些人去參選 他會不會去參選 還有 參選這些中常委 就必須是中委 就是現在這幫中委 他們裏面選出來的 是不是 好像謝功說 你選的 不是那幫人出來 現在為什麼 這麼多人不滿 因為你老化 僵化 他還有一件事 不知道是老化問題 僵化 你還有一件事 當然 你必須有一班 是必須有一班年輕人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他現在已經在想著一個辦法 選這幫中常委 新的辦法 就是 各院市 地區的民意代表 是要進來 增加進來 是不是 就是你再批評以前 阿屌 你的僵化 謝功你僵化 老索你們太過不該 這些是過去的事 現在是講到改革 現在是講到改革 代理主席 就說我同意這個改革 OK 他現在正在設定 這條例 有其中一樣 就是說 即60歲以上 不准選 這個又保留 當然他現在建議 就是說 地區的中常委 貼近民意的那些 那些院市長 他就算不是具備 這個中委的身份 他都有可能會被參選 六十歲是否一定是設定 但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現有那些中常委 我都說你沒有講現在 你講現在 那些人 你新選出來的那些 你叫期望 謝功你 又是選出來的那些 是那些 你不一定是這樣選 你要講了 你又要選那些人 現在不是 現在設定了新的規定 就是 有 有 地區的 院市 沒有 沒有 當然是有 你看 現在那個改革委員會 找院市發表 現在建議 是 即是 你說 你講到這麼灰 大家不用這麼樂器 你講到這麼灰 一定會選那些人 那有什麼用 其實 我覺得 要設定一個規定 就是 避免選這三十幾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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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這三十幾件 不會當選 是 因為這三十幾件 我們不能累了黨 起碼沒有什麼建樹 是 這三十幾件 走在社會裡面 是沒有人認識你的 你一選舉結果開出來 幾個 就是 中清派的中常委 立刻主動辭職 蔣萬安 江啟臣 還有 任何人 就是 總職局 同時 宣佈退出這個中常委 是 那你那幫老爺 為何做不到出來 如果那幫老爺 是肯這樣做的話 就不會被人 這是在講上一屆 現在這幫人總辭了 現在這個代理主席 現在這個代理主席 是他們 就是 青藏派 你這幫人 他們的勢力 你以為是 有其他人 海綿 在那裡嗎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 國民黨會輸給民進黨 就是因為這樣的思維 這個情況 很簡單 我講了很多次 你那個不分區名單 你前六個 民進黨六個裡面 有五個年輕過我的 國民黨六個裡面 只有一個年輕過我的 這個講了很多次 你會輸 你現在就是這樣 你現在中常委 你點了一個管 你中常委 點了一個管 你以後去運動國民黨 你依然用那些 給那些 沒有 那應該怎麼選 你給那些僵化的人 出來去選 很簡單 你載這班人出來 你年輕一班 更加做得快 不要緊 你繼續給那些人出來 你繼續支持 你現在依然支持這個制度的話 為什麼現在這兩屆是這麼慘 因為這個制度出來 你依然這班人 僵化老法 是沒有作為的人出來 你為什麼 你不去改革 這次 這兩天 有人提出一個改革委員會 很重要的 他挑出來議題 要改革黨的黨務 黨的架構 這些 有些人甚至說 要中國國民黨 不要那個中國字 那個不是 改革委員會 我知道有人說 我不是改革委員會 所以我就告訴你 現在代理主席 你整天說 你還要改革委員會 你不用 沒有人說不要這個改革委員會 代理主席是尊重這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 其中一個建議就是 吸收這些 院士地區的民意代表 進來做尊重這個改革委 都對 都對 有些新的思維進入 現在想著 新思維 怎麼進來 老實說 一間百年老店 那些派系 那些地方的勢力 那些既得利益者 盤踐著這個黨 你要跟民進黨 去比較 民進黨有三十年的歷史 是不是 他由一張白紙 慢慢畫上 畫這個圖畫出來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你怎樣 一定要改革 張三代表黨外 大家看法當然不同 老實說 如果依然這樣的思維 去運動這個國民黨 一定不是這個思維 你連我們這班人 一定會離開 一定不是這個思維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未人出來的時候 大家已經是判定 已經是判定 喂 你們都不改革 又是選這班人 又等死 大哥 你給他們一個機會 給他們一個時間 給他們去改選 給他們一個機會 給他們提出 他們的新的主張 現在就是 現在人家提出 人家沒有人否定 現在是 現在是 一些 說句公道的說話 現在年輕人的心聲 說了出來 年輕人的心聲 說了出來 或者一些 藍營的支持者 說出他的心聲 說出來 不是的 我們有一個一套的 你一套 就不用輸到這樣 沒人說到 現在你說的建議 黨中央有沒有 不要 你有不要 你說 那你聽 人家在說 就聽你這套說話 對 你現在說 說得不對 你現在說 我沒有說說得不對 我對這個建議有保留 其實還有一件事 沒時間談的 究竟九二共識 這場戲還可以演下去 從這個模糊化 本來大家 你有你說 我有我說 大家模糊 九二共識可以維持下去 好了 現在 九二共識都說不要 就是從這個 無論是共匪也好 民進黨也好 將這個九二共識 打爛了 就是 在共匪來講 九二共識 就只是一個中國 誰跟你說那麼多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 民進黨又說 九二共識 就等於是 這個一國兩制 所以呢 在國民黨 還拿著九二共識 還有沒有東西演下去 那就應該沒得演的了 因為最近還有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 我可能用多一點時間 最近習近平和昂山素姬見面 簽了一份約 簽了兩個協議 以前一向寫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步 他這次寫明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的一步 這個 這個要跟進一下 是中文版本 就是大陸的版本 要不需要 我們不管英文版本 不 現在是英文版本 就是緬練手中的版本 依然是用回中國 不是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但是 就是說 以前一向都是中英文一樣 都是China POC 但是為什麼這次中文版本 這麼強調 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就是九二共識 他都浪費了 也都可以看到 中共的一套 他可以在兩個正式文件裡面 他都可以做手腳 你跟中英文版本 是不符的 你簽這些協議 就算這個 中共簽到第一階段 中英文版本 都不同 中文版本 是騙夠中國人的 但是以英文為準 最後是講明的 好了 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